齊湘君從台灣嫁到印尼17年 她的副太太人生 2012年是個轉折點 我不知道我的路在哪裡 然後就是每天沒有方向的 那我走又持跡之後 看到這人上人 那聽到他的法 我就知道我以後的路 該怎樣去走 受證為慈濟志工 是生命中的重要定位 起初印尼話講不好 家訪時可是飽受挫折 有些時候我想表達 我自己想跟他們去溝通 我不能夠 所以我自己很抓狂的 所以但是在很多活動的時候 都有很多師姐來幫我來翻譯 說的是什麼是什麼 所以我也是會知道很多東西 所以要感恩很多師兄師姐們 想要付出更多 讓她報名了印尼語文班 溝通無障礙後 走進校園承擔大愛媽媽 所有煩惱 所有雜念全部都沒有了 看到他們那個清純的眼睛 還有他們的微笑 還有小孩子 他看到你 他會抱著你 然後真的是 你就覺得自己很幸福的感覺 我們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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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真正地去走入 人群當中去 然後去了解他們 齊湘君依循正確方向 繼續她的優雅 行善人生 大愛新聞 不得利益山佳郎印尼報導 國相話